我认为阿七平神 人物人 阿七平神 人物人 阿七平神 人物人 众人啊 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 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 你们当敬畏真主 你们常常假借他的名义 而要求相互权利的主 当宗重血亲 真主却是监察你们的 你们应当把孤儿的财产还给他们 不要以恶劣的财产换取加美的财产 也不要把他们的财产定入你们的财产而加以通食 这却是大罪 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的对待孤儿 那么你们可以责取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取两期三期四期 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的待遇他们 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取一期 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 这是更敬于公平的 你们应当把妇女的庆意当作赠品交给他们 如果他们心甘情愿的 把一部分庆意让给你们 那么你们可以乐意的加以接受和享用 你们的财产本是真主给你们用来维持生计的 你们不要把它交给余人 你们当以财产的利用供给他们衣食 你们当对他们说温和的一言 你们当试验孤儿 直到他们达到适逢年龄 当你们看见他们能处理财产的时候 应当把他们的财产交还他们 不要在他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赶快的浪费的消耗掉他们的财产 富裕的监护人应当连结自治 贫穷的监护人可以取合理的费用 你们把他们的财产还给他们的时候 应当请人作证 真主足为观察者 男子的享受父母和至亲所依财产的一部分 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依财产的一部分 无论他们所依财产多寡 个人应当得到法定的部分 亲产的时候如有亲戚 孤儿平民在场 你们当于一部分遗产周及他们 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语言 假若自己遗留下幼弱的后裔 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 这等人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 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对临终的病人说正当的话 亲同孤儿的财产的人 只是把火通在了自己的肚腑里 他们将入烈火之中 真主为你们的子女而命令你们 一个男子得两个女子的分子 如果亡人有两个以上的分子 那么他们中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 如果只有一个女子 那么他得二分之一 如果亡人有子女 那么亡人的父母 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 如果他没有子女 只有父母继承遗产 那么他母亲得三分之一 如果他有几个兄弟姐妹 那么他母亲得六分之一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 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 你们的父亲母亲和子女 谁对于你们更是有辟义的 你们不知道 这是从真主降世的定制 真主却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子女 那么你们得受他们的遗产的二分之一 如果他们有子女 那么你们得受他们遗产的四分之一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 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 如果你们没有子女 那么你们的妻室得你们遗产的四分之一 如果你们有子女 那么他们得你们遗产的八分之一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 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 如果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 尚无父母 尚无子女 只有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 那么他和他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 这些是真主的法度 谁服从真主和使者 真主将使谁 入那夏令祝和的乐园而永聚其中 这是伟大的成功 谁违抗真主和使者 并超越他的法度 真主将使谁入火狱而永聚其中 他将受凌辱的刑罚 你们的妇女若做丑事 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当中 寻求赐个人做见证 如果他们已做见证 你们就应当把他们拘留在家里 直到他们死亡 或真主为他们开辟一条出路 你们的男人与恶做丑事 你们应当责备他们俩 如果他们俩毁罪自心 你们就应当原谅他们俩 真主却是智赦的 却是智词的 真主指 射有无知而作恶 不久就毁罪的人 智的人 真主将射有他们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终身作恶 林子才说 现在我已毁罪的人 不门赦免 林子还不信道的人 也不门赦诱 这等人 我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得抢占妇女当作遗产 也不得压迫他们 以便你们收回你们所给他们的一部分庆意 除非他们做了明显的丑事 你们当善待他们 如果你们厌恶他们 那么你们当忍受他们 因为或许你们厌恶一件事 而真主在那件事中安置了许多福利 如果你们修一个七世 而另起一个七世 即使你们已经给过前妻一千两黄金 你们也不要取回一丝毫 难道你们要加以 误蔑和亏望地把它取回吗 你们怎能把它取回呢 你们既以同传共振 而且他们与你们 必接过一个坚实的盟约 你们不要娶你们的父亲 娶过的妇女 但以往的不受惩罚 这却是一件丑事 却是一种可恨的行为 这种稀疏真恶劣 真主严谨你们娶你们的父亲 女儿 姐妹 姑母 姨母 侄女 外甥女 如母 同如姐妹 岳母 以及你们所抚育的妓女 是你们曾与她们的母亲同房的 如果你们与她们的母亲没有同房 那么你们无妨娶她们 真主还严谨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 和同时娶两姐妹 但以往的不受惩罚 真主却是制设的 却是制辞的 他又严谨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 但你们做管辖的妇女除外 真主以此为你们的定制 除此以外 一切妇女对于你们是合法的 你们可以借自己的财产 而母与妇女结合 但你们应当是真结的 不可是应当的 基于你们成婚的妇女 你们应当把以决定的聘议交给她们 既决定聘议之后 你们双方同意的是 对于你们俩毫无罪过 真主却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你们当中在能力方面 谁不能娶信道的自由女 就可以娶教友所管辖的信道的奴婢 真主是知道你们的信仰的 你们彼此是同教的 故你们取得他们的主人的许可后 可娶他们为妻事 你们应当把他们的聘议照列交给他们 但他们应当是真结的 不可是应当的 也不可是有情人的 他们祭婚之后 如果做了丑事 那么他们应受 自有女所应受的惩罚的一半 这是特许你们中 唯恐陷于奸淫的人规定的 你们能奸忍 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真主是智赦的 是智慈的 真主欲为你们 传明礼仪 并指示你们鲜明的法成 却受佑你们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真主欲受佑你们 而顺从私欲者 却欲你们违背真理 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 仍是被造成懦弱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要借诈树 而亲通别人的财产 为借双方同意的交易 而获得的除外 你们不要自杀 真主却是怜明你们的 谁为过分和不义 而犯此严禁 我要把谁投入火域 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 如果你们远离你们所尽的一切大罪 我就奢用你们的一切罪过 并使你们得入一个 尊贵的境地 真主使你们互相超越 你们当安分守己 不要妄议非分 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仇 父女也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仇 你们应当祈求真主 把他的恩惠赏赐你们 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 我为男女所依的每一份财产 而规定继承人 但父母和至今 以及你们藏与他们递接婚约的人 你们应当把这些继承人的 因继份额交给他们 真主却是见证万物的 男人是维护妇女的 因为真主使他们比他们更优越 又因他们所费的财产 行书的女子是服从的 是借真主的保佑 而保守隐危的 你们怕他们质拗的妇女 你们可以劝戒她们 可以和她们同闯异备 可以打她们 如果她们服从你们 那么你们不要再想办法欺负她们 真主却是至宗的 却是至大的 如果你们怕夫妻不墓 那么你们当从他们俩的亲戚中 各推举一个公正人 如果两个公正人欲加以和解 那么真主必是夫妻和睦 真主却是全知的 却是彻之的 你们当崇拜真主 不要以任何武配她 当孝敬父母 当忧待亲戚 当怜悯孤儿 当旧级平民 当亲爱近邻 远邻和伴侣 当宽待旅客 当宽待奴仆 真主的确不嫌 傲慢地 引垮的人 他们中有自己 吝啬并教人吝啬 却隐晦真主所赐 他们的恩惠的人 我已为他们 这等人 不信道的人 预备了凌辱的心法 他们中 有位孤民而施舍财产的 他们不信真主 也不信末日 谁以恶魔为伴侣 谁的伴侣真恶劣 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 并分舍真主所赐给他们的财物 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妨害呢 真主是全知他们的 真主必不亏望一个人 一丝好 如果人有一丝好善功 他要加倍地酬劳他 并且以他那里 重大的报酬赏赐他 当我从每个民族中 招来一个见证 并招你来作证 这本人的时候 他们的情状将怎样呢 无信道 而且违抗使者的人 在那日将希望自己 永远埋没在地下 他们不能隐瞒真主 任何一句话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在酒醉的时候 不要礼拜 直到你们知道 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 除了过路的人以外 在不觉的时候 不要入礼拜殿 直到你们沐浴 如果你们有病或旅行或入侧或信交而得不到水 那么你们可去向清洁的地面而摸你们的手和脸 真主却是智树的 却是智赦的 你没有看见吗 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 与正道换取迷雾 并且希望你们迷失正道 真主是知道你们的敌人的 真主足为保佑者 真主足为援助者 犹太教徒中 有一群人篡改经文 他们说 我们听而不从 愿你听而不吻 来因那 这是因为他们巧言谩骂诽谤正教 假如他们说 我们既听皆从 你听吧 温朱尔那 这对他们是更好的 是更正的 但真主因他们不信道 而弃绝他们 但他们除少数人外 都不信道 能受天经的人啊 我将使许多面目改变 而转向后方 或弃绝他们 如弃绝犯安息日的人类啊 在这件事之前 你们应当信我所降世的心经 这部心经们 正是你们所有的古经 真主的判决是要被执行的 真主必不说 有以物配主的罪恶 他为自己所抑郁的人 而设有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谁以物配主 谁已犯大罪了 难道你没有看见 自称清白的人吗 不然 真主使他所抑郁的人 清白 他们不受一丝毫的亏望 你看他们怎样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这足以为明白的罪恶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曾经有一部分天津的人 确信 偶像和恶魔 他们指着不信道的人们说 这等人的道路 比信道者还要正当些 这等人是真主所弃绝的 真主 弃绝谁 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援助者 难道他们有一部分国权吗 假如他们有 他们不给别人一丝毫 难道他们嫉妒别人 享受真主所赐的恩惠吗 我却一赏赐 伊布拉辛的后遗 天津和智慧 又赏赐他们一个广大的国土 他们中有确信他的 有拒绝他的 火域是足以惩治的 不信我的迹象的人 我必定使他们入火域 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 我另换一套皮肤给他们 以便他们尝试行法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信道而且行善者 我将使他们入那 夏令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 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的配偶 我将使他们入于永恒的气因中 真主的确命令你们 把一切受信托的事物 交给英寿的人 真主又命令你们 替众人判决的时候 要秉公判决 真主用来 劝定你们的事物真优美 真主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民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实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 如果你们为一件事情而争执 你们使那件事情 归真主和实者判决 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 这对于你们是有很多批译的 是结果更美的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自从确信将士给你的经典 和在你以前将士经典的人 遇向魔鬼起诉 同时 他们以奉命不要信仰他 而恶魔 却遇使他们深入迷雾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来向真主和实者起诉吧 你会看到 伪信者回避你 因为曾经犯了罪 而遭遇灾难 然后他们会见你 而向真主发誓说 我们只图亲善和和解 在那时你将怎么办呢 这等人是真主知道他们的心事的 故你当宽恕他们 当劝记他们 当对他们说惊心动魄的话 我派遣使者只为要人分真主的命令而服从他 他们自欺的时候 假如他们来见你 而且向真主求饶 使者也替他们求饶 那么他们必发现真主是制舍的 是制辞的 指你的主发是他们不信道 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 而他们的心里 对你的判决毫无芥蒂 而且他们完全送福 假如我命令他们说 你们自杀我离乡吧 他们除少数人外都不踪命 假如他们踪从自己所受的劝诫 那对于他们必定是 提议更多的 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的 如果那样 我必定赏赐他们 从我那里发出的重大的报酬 我必定赐他们一条正路 反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 都与真主所 孤佑的纵天时中信的人 成都的人 善良的人同在 这的人是很好的伙伴 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恩惠 真主足以为全职者 信道的人嘛 你们当有戒备 故当部分动员 或全体动员 你们中的确有人 逗留在后方 如果你们遭遇灾难 他们就说真主已孤佑我 因为我没有从他们在前方 如果从真主发出的恩惠 降临你们 他必定说 在他们和他之间好像没有一点友谊一样 但愿我曾与他们同在前方 而获得伟大的成功 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 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 谁为主道而战 以杀神成人或杀敌治国 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 你们怎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救老弱富有而抗战呢 他们常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从这个虐名所积的城市 把我们救出去 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派一个保护者 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派一个援助者 信道者为主道而战 不信道者为魔道而战 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与作战 恶魔的计策却是脆弱的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有人曾对他们说 你们当置之自己的武力 当谨守败功 当玩纳天客 当真主以抗战为他们的定制的时候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畏惧敌人 犹如畏惧真主乃至更加畏惧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你为什么以抗战为我们的定制呢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日期呢 你说今世的享受是些微的 后世的报酬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 你们不受一丝毫亏望 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 死亡总是要追击你们 即使你们在高大的堡垒里 如果他们获得福利 他们就说这是真主所降的 如果他们遭遇祸患 他们就说这是你所招致的 你说祸福都是真主所降的 这些民众怎么一句话也听不懂呢 凡你们所享受的福利 都是真主降赐的 凡你们所遭的祸患 都是你们自讨的 我派遣你以使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 真主足为见证 谁服从使者 谁却以服从了真主 谁违背使者 你不要管谁 因为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 他们说宗命 当他们从你面前出去的时候 他们中一部分人就阴谋 变更他们所说的话 真主是要记录他们的阴谋的 故你当宽恕他们 当信托真主 真主足为受作者 难道他们没有研究过蓝金吗 假如他不是真主所降世的 那么他们必定发现有许多差别 当安全或恐怖的消息 到达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加以传播 假如他们把这个消息 报告给使者和他们中主事的人 那么他们中推理的人 必定知道如何应付 假如没有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 那么他们除少数人外 都已经送从魔鬼了 你们当为主道而抗战 你只负自己行为的责任 你当鼓励信使们努力抗战 也许真主阻止不信道者的战斗 真主的权力是更强大的 他的惩罚是更严厉的 谁赞助善事 谁得一份善报 谁赞助恶事 谁受一份恶报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有人以祝辞祝贺你们的时候 你们当以更好的祝辞祝贺他 或以同样的祝辞回答他 真主却是坚查万物的 真主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在毫无意义的复活日 必祭合你们 言辞方面 谁比真主更诚实呢 你们怎么因 诈为者而分为两派呢 同时 真主以为他们的阴谋 而是他们道性逆事了 真主已使他们迷雾了 难道你们还想引导他们吗 真主是谁迷雾 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 归正的道路 他们希望你们像他们一样不信道 而你们与他们同为一党 故你们不可以以他们为门友 直到他们为主道而迁徙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 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 就在哪里捕杀他们 你们不要以他们为盟友 也不要以他们为援助者 除非他们跑到曾与你们 帝约的民众那里 或来归寿你们 既不愿对你们作战 又不愿对你们的宗教作战 假若真主意欲 他必使他们占优势 而他们必进攻你们 如果你们退避他们 而不进攻他们 并且投降你们 那么真主绝不允许你们进攻他们 你们将发现别的许多人 想从你们获得安全 也想从他们的宗祖获得安全 他们每分被招一迫害 他们就冒昧的参加 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 不投降 你们不停止作战 那么 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 就在哪里捕杀他们 这等人对于制裁他们 我已经把一个名证授予你们了 信誓不至于杀害信誓 除非是误杀 谁误杀一个信誓 谁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努力 并以血缘交付实亲 除非他们自愿让语 被杀的信誓 如果他的宗族是你们的敌人 那么凶手应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努力 如果被杀者的宗族是你们的盟友 那么凶手应当以血缘交付实亲 必释放一个信道的努力 谁不能释放努力 谁当连续分斋两月 这是因为真主终续 他悔过自心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谁故意杀害一个信誓 谁要受火欲的报酬 而永居其中 切受真主的弃绝和浅怒 真主 以为他预备了重大的刑罚 信道的人们啊 当你们为主道而出征的时候 你们当世事谨慎 你们不要像对你们表示和平的人说 你不是信誓 你们欲图今世生活的福利 但在真主那里有丰富的福利 以前 你们是像那样的 但真主施恩于你们 故你们应当事事谨慎 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没有团基而安坐家中的信誓 与凭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誓 彼此是不相等的 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的人 真主是他们超过做安坐家中的人一级 真主允许这等人要受最优厚的报酬 除安坐者所受的报酬外 真主加次奋斗的人一种重大的报酬 从真主发出的许多品质 奢诱和词汇 真主是制赦的 是制辞的 在自欺的情况下 纵天时时期死亡的人 纵天时必定问他们说 生前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他们说 我们在地方上被人欺负 他们说 难道真主的大地不是宽阔的 能容你们千禧吗 这等人的归宿是火运 是一个恶劣的归宿 为老弱和夫主 他们既无力千禧又不认识道路 这等人真主或许饶恕他们 真主是制输的 是制赦的 当你们在大地上旅行的时候 缩短拜公对于你们是无罪的 如果你们恐怕不信道者迫害你们 不信道者却是你们明显的仇敌 当你在他们之间 而你预带领他们礼拜的时候 教他们中的一对人 同你立正 并教他们携带武器 当他们礼拜的时候 叫另一对人防守在你们后面 然后教还没有礼拜的那一对人 同你礼拜 叫他们也谨慎戒备并携带武器 不信道的人 希望你们疏忽你们的武器和物资 而曾经吸引你们 如果你们为雨水或者疾病而感觉泛滥 那么放下武器 对于你们是无罪的 你们当谨慎戒备 真主却以为不信道的人 而预备了凌辱的惩罚 当你们完成拜公的时候 你们当站着坐着 躺着纪念真主 当你们安宁的时候 你们当遵守拜公 拜公对于信息却是定时的义务 你们对于追逐敌人不要怠慢 如果你们感到痛苦 那么他们却是像你们一样感到痛苦的 你们希望从真主那里获得 他们所不希望的报酬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我去将是你包含真蕾的经典 以便你去真主 所昭示你的律令 而替众人判决 你不要替奸人做辩护人 你当向真主求饶 真主是制赦的 是制辞的 你不要替自欺者辩护 真主的确不喜爱 奸诈的犯罪者 他们躲避世人 而不躲避真主 其实当他们策划真主 所不喜悦的计谋的时候 真主是与他们同在的 真主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 你们这些人啊 今世的生活中 你们替他们辩护 复活日 谁替他们辩护呢 你做他们的监护者呢 你们这些人啊 今世的生活中 你们替他们辩护 复活日 谁替他们辩护呢 你做他们的监护者呢 谁作恶或自欺 然后向真主求饶 谁将发现真主是制赦的 是制辞的 谁犯过或犯罪 然后以这种罪过 污蔑无辩护者 谁却负 诽谤和明显的 罪恶的责任 假若没有真主赐给你 恩惠和慈恩 那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必欲使你迷雾 他们只能使自己迷雾 他们不能伤害你 一丝毫 真主将使你 偏金和智慧 并以你所不知道的礼仪 教导你 真主赐你的恩典是重大的 他们的秘密谈话 大半是无益的 劝人失守 或劝人行善 或劝人和解者 他们的秘密谈话除外 谁为求真主的喜悦 而做此事 我将赏赐谁 重大的报仇 谁在认清正道之后 反对使者 而宗神非信使的道路 我便听谁自便 并使他入火域之中 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 真主必不说 又以物佩主的罪恶 他为自己所依据的人 说又比这差一等的罪阔 谁以物佩主 谁已深陷离物了 除真主外 他们只祈祷女神 只祈祷无善的恶魔 愿真主弃绝他 他说 我必定要从你们的仆人中 占有一定的数量 我必使他们迷雾 必使他们妄想 并命令他们割裂身序的耳朵 并命令他们变更真主所造物 谁者真主 而以恶魔为主宰 谁却已遭受明显的亏损 他应许他们 并使他们妄想 恶魔只为诱惑 而应许他们 这等人的归宿是火域 他们无处逃避 信道而些行善者 我将使他们入于那 斯亚林祝贺的乐园 而永之集中 真主的应许是真实的 言语方面 谁比真主更诚实呢 他的应许不是借你们的妄想 可以获得的 也不是凭借天经者的妄想 可以获得的 谁作恶 谁受恶报 除真主外 他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保护者 和任何援助者 信誓和信誉 谁行善 谁得入乐园 他们不受自豪的亏望 全体归宗真主 且乐善靠世 并宗宿 从政的伊布拉辛的宗教的人 宗教方面 谁比他们更优美呢 真主曾把伊布拉辛当作至交 天地万物 只是真主的 真主是周知万物的 他们请求你解释关于女子的律恋 你说真主 将为你们解释关于他们的律恋 此经中 传音对你们宣读的名文中 有若干律恋 有关于你们既不愿交付 其所得的遗产 又不愿取以为妻的孤女的 有关于被人欺负的儿童的 有交你们公平的照管孤儿的 无论你们所行的是什么善事 真主却是全知的 如有妇女恐遭丈夫的 鄙气或疏远 那么他俩的和解是无罪的 和解是更善的 人性是贪婪所支配的 如果你们行善且敬畏 那么真主却是 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即使你们贪爱公平 你们也绝不能公平的对待纵亲 但你们不要完全偏向所爱的 而是被疏远的如玄空中 如果你们加以和解 并且防备虐待 那么真主却是制设的 是自辞的 如果他们俩离婚 那么真主将借红恩 而使他俩不相求 真主是宏大的 是智瑞的 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 我这一嘱咐 在你们之间曾受天经的人 也嘱咐你们说 你们当敬畏真主 如果你们孤恩 那么你们须知 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 真主是无求的 是可颂的 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 真主足为监护者 如果真主抑郁 他就毁灭你们这些人 而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 真主对于这件事 是全能的 谁预想今世的报酬 你就告诉谁 真主那里 有今世和后世的报酬 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民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维护公道 当为主道而作证 既是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的至亲 无论被证的人是富有的 还是平群的 你们当秉公作证 真主是最异于关键富翁和平民的 你们不要顺从私欲 以至偏私 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 那么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确信真主和实者 以及他所降世给实者的经典 和他以前所降世的经典 谁不信真主 天神经典 实者 末日 谁却以身陷迷雾了 先信道 后叛道 再信道 再叛道 而叛逆日 真的人 真主不会 说有他们 也不会指引他们 任何道路 你通知偉信者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舍信道者 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 他们想在不信道者面前求的权是吗 其实一切的权是 权是真主的 他却也在这个点中 指示你们说 当你们听见真主的迹象 被人否认 而加以嘲笑的时候 你们不要与他们同坐 直到他们谈论别的话 否则 你们必定与他们同罪 真主必定把违信者和不信道者 全体集合在火域里 他们是期待你们遭遇灾难的 如果你们获得从真主发出的胜利 他们就说 难道我没有和你们共同作战吗 如果不信道者 信而战胜 他们就说 难道我们没有战胜你们 而且 使你们得免于信道者的征服吗 故复活日 真主将替你们判决 真主绝不让不信道者 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径 违信者的确想欺瞒真主 他将以他们的欺骗回报他们 当他们站起来去礼拜的时候 他们懒泱泱的起来 他们顾名鲁豫 他们只稍稍纪念真主 他们动摇于信与不信之间 既不归这的人 又不归那的人 真主使谁没误 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正的道路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要舍信道者 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 你们就为真主而立一个 不利于你们的名证吗 为信者必坠入火域的最下层 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 为悔罪自心 信托真主 皆为真主而前程奋教的人 是与信士们同等的 真主将以重大的报酬赏赐信士们 如果你们感恩 而且信道 真主何必惩罚你们呢 真主是博士的 全知的 真主不惜爱任何人宣扬恶事 除非他是被冤枉的 真主是全从的 是全知的 如果你们公开行善 或秘密行善 或饶恕罪行 这对于你们是更相议的 因为真主却是智术的 却是全能的 有些人不信真主和纵使者 有些人欲风离真主和纵使者 有些人说 我们却信一部分使者 而不信另一部分 他们欲在幸福之间采取一条道路 这的人却是不信道的 我以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宣法 却信真主和纵使者 而不歧视任何使者的人 他将以他们应得的报酬赏赐他们 真主是智赦的 是智词的 兴奋天津的人请求 你从天上降是一步丁点 他们却已向摩杀请求过 比这更重大的事 他们说 你使我们亲眼看见真主吧 积累为他们的不义而袭击他们 在许多明镇降临他们之后 他们又认读为神 但我已饶恕这事 我曾赏赐摩杀 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与他缔约 我把山高损在他们的上面 我曾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鞠躬而进城门 我又对他们说 你们在安息日 不要超越法度 我曾与他们缔结过 一个严重的盟约 我刺绝他们 因为他们破坏蒙约 不信真主的迹象 妄杀尊先知 并且说 我们的心是受蒙蔽的 不然 真主为他们不信道 而封闭了他们的心 故他们除少数人外 都不信道 又因为他们不信尔萨 并且对玛丽亚 捏造一个重大的诽谤 又因为他们说 我们却与杀死 玛丽亚之子 埋星和尔萨 斟酌的使者 他们没有杀死他 也没有把他 钉在十字架上 但他们不明白 这件事的真相 被尔萨而争论的人 对于他的被杀害 却是在迷惑之中 他们对于这件事 毫无知识 不过根据猜想罢了 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 不然 真主已把他 伸到自己那里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兴奋天津的人 在他为死之前 没有一个不信仰他的 在复活日 他要作证他们 他禁止 他禁止 犹太教徒享受 原来 总许他们享受的 许多加美食物 因为他们 多行不义 常常阻止人 踪寻正道 且 伪敬而取利息 并借乍数 而亲朋别人的财产 我以为他们中 不信道的人 预备了痛苦的刑罚 但他们中 学文渊博 确信正道德 确信降世给你的经典 和在你之前 所降世的经典 和谨守拜公 玩纳 天课 和确信真主于末日的人 这等人 我将赏赐他们 重大的报酬 我却以启示你 犹如我启示奴哈 和在他之后的 纵先知一样 也犹如我启示 Iblasin Ismail Ishaq Yaguba 各支派 以及 Ezha Anjob Younos Hallam Sulayman 一样 我以Zephah 赏赐大悟的 我却以派遣许多使者 他们中 有我以前告诉你的 也有我未告诉你的 真主从与 摩萨对话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 报喜信 传警告 以免派遣使者之后 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词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但真主作证 他所降世你的经典 是真实的 他降世此今时 自知其内容 众天神也同样作证 真主足为见证 自己不信道 而且阻止别人 宗雄主道者 却已深入迷雾了 不信正道 并且多行不义的人 真主不至于 奢用他们 也不至于 指引他们任何道路 除非是火域的道路 他们将永聚其中 这是对真主是容易的 众人啊 使者却已 教示你们 从你们的主将式的真理 故你们当确信他 这对于你们是更有益的 如果你们不信道 那么真主是不需求你们的 因为天地万物 却是真主的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锐的 兴奋天津的人啊 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 不要过分 对于真主 不要说无理的话 美西和尔萨 玛丽安之子 只是真主的使者 只是教授玛丽安的一句话 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 故你们当确信真主 和他的纵使者 你们不要说三位 你们当停举 没有说 这对于你们是更有益的 真主是独一的主宰 担送真主 超绝万物 他绝无子童 天地万物 只是他的 真主足为见证 麦西和绝不拒绝 做真主的奴仆 门主捐顾的众天神 也绝不拒绝 做真主的奴仆 凡拒绝崇拜真主 而且妄自宗大的人 他要把他们全体 集合在他那里 至于信道 而且行善的人 他要使他们享受 完全的报酬 而且把他的恩赐 加次于他们 至于拒绝为谱 并且妄自宗大者 他要以痛苦的刑罚 惩治他们 除真主外 众人啊 从你们的主 派遣来的明镇 却已来临你们 我已将是你们 一种显著的光明 至于确信真主 而且坚持天经的人 我将使他们入代 从他发出的 慈恩和恩惠中 并指示他们 向主的正路 他们请你解释 律列 你说真主 为你们解释 关于孤独人的律列 如果一个男人死了 他没有儿女 只有一个姐姐 和妹妹 那么他得遗产的 二分之一 如果他没有儿女 如果他没有儿女 那他就继承他 如果他的继承人 是两个姐姐和妹妹 那么他们俩得 遗产的三分之二 如果继承人 是几个兄弟姐妹 那么一个男人 得两个女子的分子 真主为你们 缠名略略 以免你们迷雾 真主是全知万物的 我让他带来 带来 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